女孩在对联上写下什么,现实生活就会发生什么 今天给大家带来集幻潮汁,行韵辉春 小春今天因为闹钟没响又知道了 急急忙忙爬起来洗漱,却发现停水了 没办法呀,只好从鱼缸里装水来用 好不容易洗漱完又发现自己的笑裙 昨晚忘了晾干,拧一下还在滴水 等到好不容易要出门了 又被外出回来的妈妈撞捡骂了一顿 小春急急忙忙逃走,却将书包落在了家里 去到学校又被老师数落了一顿 同学们也放肆地嘲笑她 一上午就在各种倒霉事中度过 小春显得又几分沮丧 课间的时候呢,她看见笑草被一堆女生围在一起 不由自主地幻想,要是自己能和笑草约会就好了 但是下一秒,她就被嘲笑异想天开 回家后,小春又被老妈数落了一顿 一天天好吃懒做,考试还这么差劲 说完老妈让她帮忙写春连 但小春写错了一个字 老妈就在一旁不停地唠叨 被吵得不行的小春在纸上写下一个耳根清静 没想到老妈一下子就不吵了 还一脸慈祥地看着她 发现新大陆的小春赶紧在纸上又写下了财源广记 老妈立马掏出钱给她买衣服和化妆品 没想到这个对脸这么灵,这下子捡到饱了 这天小春放学回家,在路上遇到绑匪抢劫 他在纸上写下出入平安 绑匪立马换了一张和蔼的脸 还让其他人给小春道歉让路 考试之后,小春在纸上写下学业进步 成绩一下子变成全年级第一 这可把小春给乐坏了 平日里最喜欢嘲笑她的同学也送上了祝贺 她一下子成为了班上的人气女神 她又在纸上写下财色兼收 校草立马就来约她吃饭 还拿着大喇叭在全校面前向她告白 其他女生都十分羡慕 小春脸上的得意这色藏都藏不住 刚刚收获校草的告白 小春立马又看上了篮球队队长 她在纸上写下左右逢圆 篮球队长立马扔下球过来和校草争抢 说她也喜欢小春 最后这场戏就演变成了三人行 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 小春挽着两个帅哥去约会了 之后小春用自己写的对联拿来售卖 一个胖妞让她帮忙写对联 小春写下身形苗条 胖妞立马变成了窈窕淑女 其他人看到后都哄抢要她的对联 镜头一转来到几年后 小春呢从一家体验馆里醒来 原来呀刚刚的一切都是小春在体验馆享受的好运套餐 世上呢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发生 但又人人都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呢才应运而生了这种体验馆 但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 都只有靠自己才会取得成功 所以呀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觉得自己够好运就可以做好一件事 所有东西呢都需要脚踏实地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